多谢大家一直来的支持 如果大家看影片之前 可以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如果看到有广告 可以的话可以看 谢谢大家 大家爱丽 今天讲一集买铺 为什么要讲买铺呢? 我发觉我的客人也好 很多人有兴趣买铺的 也不知道如何入手 那么开一集 我最近有个 找我装修的 大陆人之前玩东西 说不卖给他 我教了一个方法 大陆人最后想卖给他 但现在又再玩东西 现在加价 开头说七十多万卖给他 然后搞到八十万 八十万现在要搞到八三万 即是十三万磅 很贱 然后我就说你不要再跟他谈了 你跟他谈了 他把明是把钱都骗了 你不要跟他谈了 他都意识到好像 不够那些非洲人来的了 因为那些非洲人 摆到明了 想真是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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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他说 他跟他说 现在很多店铺 少了很多店铺 还有很多店铺 为什么会有店铺呢 之前有个听众留言 说我们搞清楚 先好说 说四十几万 怎么有可能是买店铺 他真的是这么说的 70万或者40万 怎么可能买店铺 然后其实 我真的觉得 他没有听我 没有听我们的剧集 全部的内容 我想 我说到 说了 后来都臭了 我买的那间铺 是43万磅 是freehold永久业权的 我现在买的那间铺 现在一般那时 因为那间铺 那么便宜 那些人没钱 还有那时 银行做不到按揭 那些人真的真的没钱 那时拿出来 很便宜买给我的 那 现在 一间铺 说了七万多英镑 七万多英镑 那拿出来 就是很便宜的 很便宜的 那 都是freehold都有的 是有的 但不多 我跟你说是不多 不要说到是没有 因为没有呢 因为你住的那区 可能你在 英格兰或者你在曼城那些 你很多铺都是买个business 就是买那个接手 就是接人家的手而已 你不是买一间铺 是的 那我去苏格兰 买铺 那些铺都是 十万英镑 十几万英镑 七万英镑 左右 真的不是贵的 有永久地盖的 就是freehold来的 永久地权来的 但是现在苏格兰 刚刚那个女生也跟我说 她说 现在很多铺都改了 做least hold 就是不买断给你 就算家铺本身是freehold 也好 我现在不买断给你 我卖个list出来 我家铺一卖 拿出来 卖一卖 一百年也好 五十年也好 卖个list 给你而已 我不买断给你 她都可以的 你明白吗 所以现在很多铺 都未必是freehold 这件事我都帮不了 为什么呢 买卖铺的这件事呢 我只是叫她去三个网址找 那我就教大家了 第一个网址 就是现在你看到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你可以进去会有很多 就是那些写字楼铺 或者地铺 什么都有的 多少钱啊 Location在哪里 你就喜欢进来这里 我这个网址 我会放到描述内容那里 你自己按回 你自己有兴趣就进来选 我自己就觉得 一间铺有八厘以上 八厘以上才开始吸引 是吸引 是开始 最好就有十厘以上啦 铺有应该最好有十厘以上的 我觉得啦 那如果你有八厘以上呢 是不过不失啦 不是好正啦 好过没有啦 不过这样啦 那你自己回报 有没有这样的回报 你才买啦 第二个网址 就是一间拍卖公司 要在里面注册了 登记注册了 你才可以进行拍卖的 而会有一间铺 比如你可以选一个地方 比如我现在选 双铺 然后我现在选 Gasco 那你就选好了啦 那你觉得哪一间好的 你看到他 每一间 每一间商铺 里面都有个介绍的嘛 你看看是否比较好先 然后看一下里面 你觉得哪一样的 你觉得对嘴型的 那你就去下面有个电邮的嘛 你不可以 Copy 了那条链 传个电邮 返一问 这间公司 喂 这间铺的 那家公司 想多少钱卖啊 他会回答你的啦 他会直接回答你 喂 现在拿出来拍卖是这个价 那家公司想直接这个价 就可以跟他谈的啦 那你可以跟他问他的嘛 如果你觉得 那家公司 讲过价钱的 譬如这间 72,000 磅拿出来 开始比较的 那如果你 你问他 他直接回答你 要10万磅才卖的 那你觉得他贵的 你就到时 在那里比较 比较百万多磅 看看他卖不买给你啦 又可以的 有两种做法的嘛 是不是 这个不用请教任何人的 总之 你自己走进来 喜欢比较就比较啦 你喜欢问他就问他 不要紧要的 那第三个网站 Wine Wolf 其实呢 我也不觉得Wine Wolf 这款多的买铺 好吗 其实呢 买铺呢 最好呢 你自己呢 是 喜欢看哪条街 哪个地方 你自己开车 或者在一条街上 看看有没有这些铺 那个招牌顶 那里有没有 放 即是连的招籍 在那里写着 for for sale 那些 那些东西啦 有个电话的 有的 你就直接联系他咯 通常这些铺子 都是这样放上去的 多个摆上 Wine Wolf 我见解就是这样了 所以买铺呢 你说难也行 你说二又行 那难的 你想买一间很少的铺 真的难的 不是开玩笑的 你说二的 如果碰到那个人 等钱用的 他没有钱拿出来买的 要买一间铺 那你便不容易买到一间铺 就不简单了 所以我给你不同意见的 我只能跟你说 你自己 可以在街上找 又或者上 Wine Wolf 那里找 又或者 看回我刚刚 介绍你那两个 那两三个网 就看看 我现在按这个商务的 种类的 你看到 现在 种类真的很少 不多 只有四页子 但其实 有很多 重重复复过了期的 有些不是拿出来买的 所以 你自己看哪些 你觉得有兴趣的 你就自己联络他 我之前教你 就是这样的 因为他 好像 想找Chris哥帮他 做Agent 他找铺 我跟他 我都在电话 跟他说 难道我帮你 开着车 在街上 逛逛吗 你帮他找铺吗 第一 我帮你找铺 又必须你心水 你是不是想买 这里 你自己都不知道 想买哪里 是不是 但我给了他意见 因为他做那个行业 试言在哪个 在哪个位置 做 我教了他 叫他自己去找 但是问题 就是说 你要明白一样东西 买铺 最好就是自己下区 自己慢慢看 哪一区 你自己 觉得OK的 那你就去那边附近 慢慢找 找到你 正好 接着你就看看 那条款 我不可以了 是不是freehold 学那个 学那个 听众 串嘴的听众说 你真的要看清楚 是不是写freehold 如果他是 卖freehold的 你就买 如果他只是 卖个 business的 你就不要买 如果他只是 你也不要买 那就最稳定了 我也说了一件事 我也有听众想找我 在 这个叫做什么 爱denbo 帮忙买铺 其实呢 我都有不停地 帮助他 跟着他 那件事 他怕 克里斯哥 不帮他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 为什么要找克里斯哥 帮忙呢 第一 不知道买铺 第二 他怕选错区 第三 他的英文不好 又或者 不知道怎么应付 怎么处理任何东西 我就答应了他 我会跟他 解释他 那件事 为什么呢 克里斯哥 其实都是 很茫茫的 如果你真的有 这么大的困难 你不懂 搞 这些东西 你想买铺 想找一个有经验的 给你一些好少少的意见 我可以帮到你 你直接找我 我尽量帮到你就帮 但是你记住一件事 如果你太远的地方的人 你找我帮你看铺 就像现在去爱丁堡 我一定会收你 不是收你60磅 没可能的 因为我在加斯哥 駕駛车过来 都要有一个钟 来回两个钟 我不要说有钱 时间 什么什么 而且克里斯哥 都不会 只是个人来的 会做 很多事 我就是这么说 如果你较远一点 我就会 你电邮我 我再跟你谈 这个价钱 总之就是 我和你 去搞这些东西 我一定会帮到你 还有 会给你一个 很准确 很贴切的 意见给你的 不是 那些 19A 准备的意见 就是这么说 在一个流程 让你不要尽量碰到钉 和 顺畅 只能这么说 在买铺的 过程 李爺有没有其他意见 可以分享一下 给我们听众 其实还有其他网站 不过你要自己找一下 有些专业做 商铺的 那是有些 agent 就是它不是 不是好像zoom 和这个 wipe move 那些 那样的 它只是做那些商铺的 但是那些呢 你要 因为我之前有找过的 但是我这一轮都没有做 没有做这些 在网上搜索 你自己 其实在网上 打下去 它都会告诉你 是有些 是有些专做这些的 那你可以自己上去找一下 不过 大多数呢 很多 就是我见 就算苏格兰也是 可能是10间里面 可能只有3间 是 3号的 那大多数呢 都是 列市 那样 它可能 列市 剩下 就是 你要看回 如果列市 是很长的 那你都 可能会考虑一下 但是如果有些呢 其实 列市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个业权呢 它只是给那个 就是好像香港买楼一样 就是你这么想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那一般呢 如果列市很长的 超过 如果说住宅 超过80 80年的列市呢 它才 银行才肯做的 但是商铺我就不知道 那么有些商铺 甚至 有些商铺 甚至无呢 是 不是列市的 即是它真是卖那个 就是经营权给你 卖个经营权给你 我求它 我求它多一间啦 我现在见不见到 这间 这里有一堆 一堆 有些是写POA 什么叫POA呢 POA的意思呢 就是你要跟它谈 那个价钱 可以跟它谈 它目标的价钱出来 譬如这间它写着FORSELL 又是可以租啦 那你又看一下啦 它在这里写着 写着FEEHOLE 其实它是永久业 业权来的 它写到明是永久业权的啦 那你 你觉得它这里 是值多少钱的 那你就可以直接 传个Request Detail 你可以叫它 可以问它 那业主要有多少钱买 它会告诉你 你就跟它谈 那它说到明了 CASP CONSENT 即是说 它这间铺可以做CASP 英国的铺有CASP1 CASP2 CASP3 CASP3是什么呢 我没有记得啦 我想你要上网查一下 总之有 一至四种CASP的 不知道一至五种 还是一至四种 我忘记了 你自己上网查一下 最简单的就是CASP1 CASP3是不是做熟食的 我不记得啦 总之你自己上网查一下 我真的不记得啦 它有很多种的 因为这个呢 没有写说是Business 也都 没有写 它只是写编号 其实它是可以租的 亦都可以买的 PoA就是 就是告诉你 你要跟它谈 我再读一个 读一个 看看有没有 只是for business 譬如这个 这个按下去 在这里 你看到 它写着list hold 就是买个年期给你 那你就看它里面写什么 怎样写啊 买多久啊 什么什么 你就看你合不合 这个只是买个年期 就买两万磅英镑 那么两万 即是二十几万 那么二十几万 它就是买个 就是买个list给你 你看看有多少年 24年 对啦 卡人负是24年 什么什么 你看回那些东西 它是大概什么时候 要extension 或者什么时候到期 你觉得对 你就买就买吧 别人写得明是list 它都没有骗你的 它都没有骗你的 你就叫list 有些甚至乎 是真的买个 business的 我看看有没有找到一间 只是买个 business的 因为有些是真的只是买个 business的 譬如这间 这间这间 这间雷尖酒吧 我相信它都买个 business的 不是list hole 它不是买个 business的 这间雷尖酒吧 有些是写得明是买个 business的 它没有骗你的 不过你真的要识字 你要自己看 这个是list hole 因为我现在突然之间 你叫它找 我找不到给你 总之有些 零零碎写入去 它写得明是买个 business 给你而已 不是买个店铺给你 所以你自己要看回 每一样东西 它究竟是写list hole 还是free hole 现在真的很多店铺 都是写list hole 即是不买断给你 那你都出去不着 那别人就有钱 我不想买断给你 那你真是 下去不好 对不对 没办法 因为其实呢 很多个地方 为什么我经常说 在苏格兰买物业的性价比较高 买店铺也是 因为买店铺 你在曼茨斯特 或者英国其他地方 买的那些店铺 不要说那些窮鬼地方 就是说一般大城市 通常都是卖list 给你的 别人不会买断给你的 是苏格兰 都还有free hole 拿出来卖的 即是苏格兰 加拉斯哥 和爱丁堡 都会有些free hole 拿出来卖给你的 是有的 但是不多 所以性价比较高一点 所以性价比较高一点 我只是这样回答你 性价比较高一点 但我今天要再说一件事 因为上次有些听众 可能他们又不是经常听开我 又知道些不知些 我真的四万多英镑 就买了一间free hole的店铺 我不是买个 business 我是买一间店铺 所以你不用再抽个水 你也不需要怀疑 你不需要怀疑我 这是事实来的 所以我跟你说 这件事是讲时机 讲时间 以及讲那个时间 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店铺 拿出来卖了 永远是这样的 所以我这件事就没有补充了 就这么说 如果真的有兴趣 在买铺的人 你们自己走上来 看看有没有损货买 因为说真的 如果有些人想自己 想买一间铺 不打工的 有些小孩做下的 OK的 好像Chris哥那样 开心农场 有空做下 不有空做下 那我开一间铺 有appointment 做appointment 没有appointment 炒一下公票 那些人 你问我 我就没问题的 说真的 我真的没问题的 那么 那这间铺对于我来说 我买了回来 我就不用付租的啦 是不是 我只是付电费的支出 对吗 还有还付管理费 很便宜的 基本上有限钱而已 那我又有个生意 亦都有个 价步蹲下 我没所谓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OK的 看看你合不合适 有些人觉得 不太喜欢买一间铺 可能要整天看住去 又或者要整天过去 不如索色买层楼租给人 干手正脚 有些人是这样想的 所以如果你是想着 纯粹是买一间 想买一间铺收租 我都劝你不要买铺 因为买铺 回报没那么高 第一没那么高 第二你找人租 我觉得是没那么容易 我觉得是没那么容易 买楼会容易一些 我给你意见 但是有些铺 我说清楚 有些如果是平价版的铺 你买回来 可以租给人住的 将它改装 你现在不是升级的 你现在是单级的 本身你是可以做生意的 现在变成给人住 是可以的 这件事 有机会我再看 再开一集讲 或者研究一下 但是又这么说 有价值的铺 你觉得有价值的 你可以留意一下 慢慢看 慢慢选 因为我真的帮不了你 就像刚刚那个女孩 你说那个人不买给你 我也帮不了你 难道你想 Chris 哥 真的和你 拿着车四围和你兜 然后看看哪里有铺 我 Chris 哥都没有空 对不对 我真的不是跟你说笑 因为他说得很誇張 因为他买的位置是Merry Hewley 那个混蛋 非洲人之前答应 7万多磅 然后 Chris 哥教他一个方法 然后给他多一点钱 然后他也答应了 后来现在反悔 现在要买到13万磅 他说 我好像想骗他的钱 我就听到 我都觉得有问题了 所以我就叫他不要买 现在 你看到 他在铺附近Merry Hewley 现在街派都卖12万磅 那些店铺可能真的升得很厉害 我不知道是人家耍他 还是真的升得很厉害 但是 我都给不到他意见了 只是这么说 你想买店铺的 你急不急 那就没办法了 今天我没有意见 还要是List Call List Call 还要买这个价格 叫食招 今天我没有意见 我没有什么补充 有兴趣是自己走上来 医的描述 自己按超联结 自己慢慢看 我就没有其他意见给到你了 今天先说到这么多 你有什么补充吗 没了 没了 好了 今天先说到这么多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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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